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第一小题 负2x加9等于3x减1 好 那我们两边呢 进行等量的处理 我们把所有的x移到等号的左边 所以这边呢 3x呢 我们要把它搬加就变成什么 负2x减3x 好 那常数的部分呢 全部搬到右边去 所以就变负1减9 好 整理过后 负5x等于负10 好 两边再同除以负5 我们就可以得到x等于2 这就是我们这个方程式的解 好 那第二小题呢 题目看起来很长 但是呢 它就只是多了两个括号 括号怎么办 乘开就好啦 好 那我们直接乘开哦 负4乘以5就变负2x 负4乘以负1 负负得正 变成正4 7乘上负2x 所以是负14x 7乘上正3 所以加21减8 好 那要我们把它整理 负20x 那这边呢 是负14x 把等量处理之后就变负20x 加14x 加14x 好 那常数的部分呢 是21减8 把这个呢 加4 处理一下就变成减4 好 全部通通整理 负6x等于多少 21减8减4 等于9 好 两边再同除以负6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x等于负2分之3 好 那这就是我们方程式的解答 x等于负2分之3